死皮赖脸的小流氓合租 是什么体验 事情是这样的 失业的我今天刚找到新工作 但是由于没有落脚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找个中介来看房子 嗨 杨姨 你没长眼吗 撞到你不会道歉吗 哼 长得帅就咬不起 长得帅就不用道歉 我刚刚叫你了吗 好家伙 还是无人追 撞到我的话我会来跟你说吗 哦 what 哦 是什么意思 喂 你今天不道歉我就不走了 怎么 你想要跟我回家 那这样好 我家还缺个女主人 不如我一直给你 这人简直了 这是流氓 也就是说我这么心也好 不可以你几脚 希望我们永远没见 对啊 流氓对吧 哦 是的 你好 好的 这边过来先给你介绍一下房子 好 谢谢 嗯 这边房子你可以先看一下 有种内容节目可以问你 好 哦 我这边刚过来 房子的话可以少点 嗯 房东那边说 房子现在呢是有两个房间 你找一个人住的话 这样可能会贵一点 因为这样一来 那样一点房子不好住出去了 贵室好深呢 要补带上扬衣哈 贵室少 嗯 大概原住金上涨60%吧 我的天啊 一个原住要这么多 当然上班哪有这么多钱 还是重新找吧 这样啊 房子确实我是挺喜欢的 可是我只有一个人 我跟他一起说 这不是刚刚装我的家伙吗 怎么是他 我跟他一起说 哦 既然你有合住的人 那你们就先商量 后续是以我微信找你沟通 哦 就先走了 哎 你跟踪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怎么 难道就你可以找房 我就不能吗 行 那你一个人住吧 我是不会和一个 一点礼貌都不懂的人一起住的 等等 还要干嘛 跟我过不去没关系 我知道你现在刚来找工作 经济不是很好 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 附近几公里的性价比 最高的就是这个房子 你走了后 肯定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到时候 我要是找到合适的室友了 你就真的没机会了 确实找了几家 就这家最便宜了 而且家商是合途 快趟划饭 算了 我认 工作要紧 好 合途就合途 反正我们也就只有住客关系了 希望你不要打扰到我 哼 喂 是谁 喂 天啊 他好像发烧了 喂 你没事吧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 没事 给我倒杯水就行了 没想到这么嚣张的一个人 也有脆弱的一面 好 我赶了上班就上座了 陪陪我 啊他说 我 哦 哦 哦